最近因應共軍演習 國軍各級部隊24小時輪職戒備 特別是駐防在澎湖的部隊 更是全城貫注 一刻都沒有鬆懈 所以我今天來到澎湖 114島海陸空三軍部隊 我希望透過我的行程 讓更多國人明白 中華民國的國軍是如何帶著榮耀 在第一線守護國防的安全 剛才在劉澤文艦長的說明下 我走過了紫衣艦的戰情勢跟船艙 特別能夠感受到海軍弟兄姐妹的辛苦 在海上大家面對天候風浪的變化 要在狹窄搖晃的船艦上全天候的執勤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海軍不僅要長時間出海 任務也常有不可預測性 就像是前幾天 紫衣艦接獲緊急任務 必須即刻出海 就連各位原本訂好的飲料 都來不及照約定領取 不過很窩心的是 店家特別發文表示 保衛國家安全是重要任務 一定要力挺國軍 要大家不要擔心 網友對店家的反應也大力表示支持 雖然是一件小事 但是從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知道 國軍的辛苦 國人都看在眼裡 更願意把肯定說出口 我相信這就是軍愛民 民進軍的具體表現 只要我們上下一心 再大的風浪 台灣都一定可以克服 今天 我除了帶來衛冕各位兄弟姐妹的付出 也把遲到的飲料也帶過來了 希望大家稍作休息以後 能保持高昂的士氣 繼續捍衛海江 最後下禮拜四就是中秋節 我要提醒大家 有時間就提前跟家人聯絡 讓家人放心 那麼在這裡我要預祝大家佳節愉快 任務順利 謝謝